原标题刘德华确诊换流感 将取消后面七场演唱会保留门票 等待通知刘德华香港站演唱会 主办机构英译文化娱乐公司 在社交平台公布刘德华 演唱会后续七场演唱会将必取消 因为刘德华先生12月28日晚 在宏馆演唱会演唱了三首歌曲后 突然宣布自己因为喉咙发言嗓子嘶哑 实在唱不下去泪流满面 向所有的观众致歉 刘德华是娱乐圈著名的老模代表 此举获得很多明星好友的力挺 包括任达华夫妇像太和张子一等 记得当时台媒报道 向刘德华的演艺公司应议娱乐 询问刘德华是不是感冒 今天香港站的主办机构英译文化娱乐公司 在社交平台宣布刘德华就一确诊换了流感 后面的演唱会将无法继续取消 包括12月28日到2019年1月3日的七场演唱会 刘德华将全面休息 直到身体痊愈刘德华 向来比较敬业无奈身体抱了 对自己要求比较完美的他 不可能抱并完成演唱会 这样效果也不是很加对不起热爱他的观众 所以只能等到身体痊愈 才能再定读接下来的演唱会 是继续还是另安排时间演出 关键还得看 身体恢复情况 刘德华粉丝知道偶像因为身体原因 没能按时举行演唱会 都表示 都会退票坚持等到刘德华身体痊愈再观看演唱会 主办机会提醒19-2018年12月28日 到2019年1月3日 演唱会有效门票的人士 务必保留好门票 主办机会将会尽快公布 后续安排事一意思 是 2018年12月28日 只听了三首歌曲的观众 也将会和后续所有演唱会 够了票的观众 一起安排有些从黄牛手上买到票的观众 也应该在后续安排的事宜中 主办机构看来只刀票不认人 只要是持有有效门票的观众 都会得到妥善的安排